全球金融市場 今年真的是表現並不如人意 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美國 特別是陳彥 美國經濟會不會遭受到 通膨跟升息的影響而衰退 現在多空爭議很大 對 這個布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 跟前副主席 聯準院副主席 布蘭德都講 有可能五成到六成會出現衰退 當然他指的意思是 軟著陸的一個概念 那最主要當然還是升息所帶來影響 所以聯準會被稱為英后 這是坎薩斯聯準銀行的前總裁 他就講說 8月底之前確實會升息到2% 但之後會不會再升息 那就看有沒有通膨的問題 如果通膨能緩解 可能就不會再持續這麼強勁的升息 但是我們目前看到 在南韓的央行的部分 針對所有的債券專家 100個人問說會不會再升 94個說這個禮拜還會再升息 因為現在他們的CPI已經來到4.8% 較上個月又增加了0.7% 所以持續升息的狀況是很高的 因為他們的CPI 相較2008年10月以來 這是連續13年創新高 第13年的新高 所以當然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 當然美國在對中概股的部分 特別又新增了8家 所以總共150家要退市 那所以我們幫各位盤點了一下 幾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中概股的 到今年到目前為止的一個狀態 像百季神州 還有包括百勝中國 還有這個微博跟百度 跌幅其實今年都出現了 三成到四成不等的一個跌幅 還有包括富途 瑞幸咖啡 知乎還有理想等等 那像網易的部分 金山雲跌幅是最大的 華能國際滴滴的部分 跌幅都相當的驚人 還有包括貝殼找房 還有這個愛奇藝 還有陸金所百事集團 那最後幾個比較重要的 包括一美國際 被新列出來 都有很大的跌幅 那像滴滴也最後決定 96%股東說退市 這一年來的折磨 不想要再經歷這個地域的折磨 那包括香港幾個重要的 對沖基金開始 大幅度的砍掉這個中概股 有一個已經全部砍光了 決定轉向投資美國的股票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李克強召開了這個會議 也希望說 改變這個經濟下行的一個壓力 財政 金融 產業鏈 消費能源等等 有措施出來 其中包括一個退稅的部分 要退1400億人民幣 實際上就希望 把經濟整個刺激起來 但是能不能阻擋 這些各個公司退出中國 像樂天 他本來是把 2011年就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中國 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市場 當然也決定退出中國 1819陸陸續續的退出了 那像Airbnb 大家也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旅遊的平台 他也結束中國境內的業務 所以這幾個環節來看 也有可能大家陸陸續續 退出中國 那甚至我們看到這個 包括這個張婷跟林瑞陽 他們也覺得割韭菜 其實心裡很不高興 也決定起來這個對抗 但是一句話總結這個狀態 叫做豬養肥了就該載 所以會不會實際上還是沒有辦法 很好的一個結果 因為你看這個 張婷林 亂陽認為 他們如果司法訴訟中國官方 他們可以得到賠償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難解的議題 跟中國官方打官司有贏面嗎 對你如果看像這個蒙特內戈羅 他欠中國這麼多錢 然後做高速公務 一公里要兩千三百八十萬 大家都在解決幫他債務 那你說他還不了嗎 這個叫做不歸入 所以我覺得 他去跟中國打官司這件事情 只是多花錢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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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